就是他還沒有遇到 動心的人而已 動心動心動心 我是聽過交流電啊 沒聽過摔角電是什麼 喜歡拉麵嗎?超喜歡 最害怕的是什麼 最害怕的是等一下關台 一說完掰掰 然後我哥從發現出來上廁所 那代表他已經聽完整個實況 我現在最害怕的是 有一個觀眾ID叫 Mavis5776 老爹喔 然後他就是說 剛剛說他要去睡了 但現在玩了一下方法 結果乍請到現在 我是比較擔心就是下一次 不知道會在哪一個場合又遇到他 然後他又會 有點認不出我來這樣 那可是喵哈吧 那可是喵哈 喵哈是Sunflower好不好 一樣嘛 不一樣 什麼什麼什麼 現在他想什麼少女體會怎樣 什麼東西啊 因為我在實況 上面那個還沒有移掉 因為鳥屎一直遲遲沒有好 你到底要更新多久 我已經把他關掉又開 一直關掉又要用 你就不要幹什麼 不是啊 因為他停住了 不是要把他關掉再重開嗎 哪用啊 要嗎 有什麼可以防暈船的方法 就是不要吃太飽 吃暈船嗎 然後吃暈船藥 除了吃 而且除了吃藥 就是 不要 暈船藥跟暈船藥一樣吧 一樣 可是他就不想吃藥 你就不要吃太飽 然後不要去夾板上 然後 睡覺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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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去夾板上 不要睡覺 然後 不用顧慮我沒關係 煩死了 欸 讓我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現在搬家的事情 好啊 我 我現在搬家有這個房東啊 嗯 真的是爛頭 哈哈 蛤 你才 你才剛搬進來 就就就就 那怎麼辦 那爛頭 爛到爆炸 爛到爆炸 你其實說說看他怎樣 真的是爛到不用顧慮我沒關係 他 我先講他有多 多 多奇怪 就是 我搬進來的時候 第一次看屋的時候 就說 啊有什麼家具 什麼家具這樣 然後 而且他想要講 就是多少錢啊 然後我覺得還OK 就租了嘛 然後後來 搬上來的時候呢 欸 就發現 那個 那個那個 陽台的紗窗啊 都破了 然後蚊子就會進來啊 然後 然後 我曉得你們都沒講話 是不是斷線 然後我想說 哇你們也太不用顧慮我沒關係了 哈哈哈哈 靠腰啊 這就是你平常他媽的一直不講話的狀態啊 你看 反正一起來就一個問題 就紗窗也破了 然後 房間有一個三層的抽屜 然後第二層也是 他整個就是 斷了 就是拉不開 就一拉然後那個拉 拉的那個櫃子 外面那一層就可以整個拔掉 反正櫃子也拉不出來 然後 房間的 百葉窗 也 也拉不下來 然後窗簾也拉不起來這樣 然後重點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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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的時候去看的 然後 我租了六月 六月就開始租了 因為 我四年的房子要六月 六月底才 才退租 然後這邊的房子他就說 他沒有辦法等我七月才租 所以我就說那我就六月先租 反正這樣我六月就可以開始 開始搬這樣 然後後來他就問我說大概什麼時候搬 我說我大概六二八才搬 所以他 他 離我 就是離我租到六二八 離我真的搬進來 他有一個月的空房 結果我搬進來 這四個東西都是壞的 然後我想說 然後 就有朋友就覺得 怎麼這麼奇怪 這個不是應該一個月前就要弄好的東西 但我想說算了 可能他 可能他不確定我什麼時候搬來 所以他也不好意思 就是 自己開門進來看 我想說算了 然後我就跟他講 我就跟他講說 有這個幾個問題這樣 然後他就說 他說那我來幫你看一下百葉窗 叫他去看 然後那個百葉窗一看就是 已經秀到拉不起來了 然後他就硬要在那邊拉拉拉半點 然後他說 我覺得這個 應該是那個 可能上一個訪空後 他太久沒有 他都沒有拉拉 他都沒有關了 所以他可能有點生鏽關不起來 然後我就想說 然後還有一個 所以冷氣也是壞的 冷氣遙控器是壞的 沒辦法開 然後 然後他就 他一開始先把我的冷氣遙控器拿下去 他家 然後因為他們也是用同一台 所以他冷氣遙控器弄好之後 就弄百葉窗 然後他就跟我說 因為這個 上一個房子他都沒有拉 所以可能有點秀掉 啊 我是建議你啦 他的口禪就是我是建議你 然後我還想說 他給什麼很有建設性的意見 結果他說我是建議你 啊這個 你就不要拉了 我想說 我心裡就想說 我臭你媽的 我付你房租來 你跟我說不要用 但是我嘴巴上跟他講說 不行啊我要拉啊 我要拉那怎麼辦 然後他說 這樣喔 那不然這樣 那不然這樣 我是建議你啊 我家裡有那個油啦 我去給他上一點油 看看能不能好一點 然後後來我說好 結果他就下去拿油 然後就上了 然後在那邊拉拉拉半天 好像好了一點 但還是很卡 我想說算了 就這樣 然後我說那窗簾呢 然後窗簾他也在那邊修半天修半天 然後也是沒辦法拉 然後那邊弄半天反正弄了很久 然後後來也是就是沒有完全好 但是已經可以拉了這樣 結果後來好像就輪到紗窗了 紗窗他就說 沒有 因為這個紗窗喔 因為之前那個房客 他有養貓啦 可能是把他抓破 就是也都沒有換過 這樣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你跟我講這幹嘛 我管你的上個房客 是養貓還是養火龍啊 我做了紗窗就是要好啊 然後我就說 我還故意問他說 那怎麼辦 然後我就說 他就說 他之前有找人來看過這個紗窗 但是他們說 沒有工具不能換 然後我心裡想說 媽的換個紗窗 不就帶個螺絲起子嗎 而且你如果是找人家來換紗窗 他會什麼都沒帶 帶個手機進來 一邊滑神摩滋塔 一邊說我來看一下你紗窗喔 然後我想說算了 我就說那我再找人來 找師傅來修 結果他就跟我說 沒有啦 因為這個齁 現在這個換紗窗 這個你找人來看的話 來這邊換的話 可能會很貴 他貴個好幾百塊啊 因為他就是不想花錢 這個紗窗一定不會是我付錢 然後就是不想要花錢 就是很摳 然後冷氣其實也是很明顯 就壞掉也不冷 他也不換 他就贏要自己修 然後我想說 我就說 那你不要找人修那怎麼辦 他說 那就是這樣齁 欸 我是建議你啊齁 欸你開車嗎 我說沒有我騎車 他說啊 因為我也是騎車啊 因為那個路口那邊齁 那邊有一個那個修紗窗的 因為我騎車我沒辦法 沒辦法載齁 不然就這樣齁 我是建議你齁 就看哪一天你有空齁 我們把門 紗窗門拿下來 我們一人拿一個 我們走過去給他換 然後我想說 他媽的 我是房客欸 我不是設計師 可是我不是你兒子啊 我還要把你拿刷上去修 結果我就跟他講說 喔我這幾天沒有空 我沒有辦法 然後他說 喔不然這樣 我是建議員齁 就看什麼時候你有空 我們再看齁 然後我說好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反正我就是要找 找師傅來修 我就是要叫他來這邊修 然後修好你就是 你就是得付錢 然後我也先不管他 然後後來就是那個櫃子 那櫃子 明顯就是爆掉了 然後後來 後來他就說 他就說 那個櫃子我幫你拿去看一下 他就拿他去看 結果他過了兩天之後 他就傳LINE給我 欸櫃子我幫你修好了 我看你什麼時候再拿給你 然後我就說 好那我這幾天再跟你講 結果呢 他也沒跟我約 我昨天回來的時候 那櫃子就卡在我家門口 然後我說好我把他搬進來 結果搬進來看 那櫃子他根本就是用那種 超厚的那種 超粗的那種定書針有沒有 把那個破掉 就幫他全部釘起來而已 然後 然後重點是這個櫃子 他其實本來就該換了 因為他上面也是 不知道有漏水 還是有碰到水 然後反正他 櫃子上面已經 一腳翹起來了 然後呢 什麼都不弄 然後我今天 最扯的是今天 我今天要洗衣服 然後他那邊有一台洗衣機 然後我前幾天看到那台洗衣機 髒到 那個洗衣機簡直是 然後他上面就很髒 然後我想說 好 沒關係還是可以用 然後我就買了那個洗衣槽的那種洗潔劑 然後外面還有很多 不知道灰塵還是沙子 還是落葉那種 我在那邊擦半天 整台洗衣機 我把他洗超乾淨 結果我就洗那個 洗洗衣槽的那個劑丟進去 然後裝水 就灌水之後 他那個裡面的那個渦輪啊 然後一轉就轉出一大堆 髒東西出來 一大堆喔 好噁喔 好噁喔 跟湖水上面的 浮在上面那種髒東西 落葉那種一樣喔 就咖啡色一大坨 然後就浮在上面 然後怎麼清都清不掉 我還拿吸塵紙 就是讓他水裝滿 讓他浮起來之後 一點一點撈 撈了一整包吸塵紙 撈不掉 然後後來就沒辦法 然後我就又打給房東 我就跟他說 這個洗衣機 你要不要上來看一下 結果他就在那邊說 欸這個 這個我是 我沒有遇過這種問題欸 欸 阿不然 阿不然 我就說 你這個就要找人來看 因為他就是濾網有問題 要清嘛 要拆掉清嘛 他說欸 因為我明天要去 我明天要去台東玩 六天之後才會回來 所以 我不知道欸 我沒有遇過這種問題欸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我家樓下有個洗衣店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那房間不然就是這樣啦 我就是 我先去這洗衣店洗 然後我請他開收據 然後再跟你拿 結果你知道 他下一句回我什麼嗎 什麼 一般正常來講 你覺得你是房東 你會回什麼 好玩 你知道他回我什麼嗎 他說 喔可是 現在洗衣服很貴欸 呵呵呵 他竟然這樣跟我講 然後我想說 哇操 你真的是不吃欸 呵呵呵 我就說 然後我就說 阿那你要怎麼辦嗎 然後我就有點生氣 我就說這些東西 一個月前就該弄好了 你房子裡面很多東西 我已經幫你弄了 這個我沒辦法 我一定得洗衣服啊 這一個月前就弄好 為什麼現在還沒好咧 就他就說 阿不然 我在想說 會不會是 你說你刷過嘛 會不會是你刷的時候 那個髒東西就掉進去 他就出不來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不是啊我一開就有了 我沒事幫你刷洗衣機幹嘛 就是髒我才刷啊 然後他就說 阿不然這樣 那我先把那個洗衣倒過來 阿我們用那個水管 給他沖一下 看能不能把他沖出來 我就說 應該是沖不出來啊 因為他是裡面濾網樓 他說我們試試看 然後我說 那我拿水管給你自己沖 然後他就在那邊沖 然後我在那邊整理房子 然後沖完之後 他就打給我 然後說 阿不然我一出去他看 我他說阿不然這樣 我就見你齁 阿你衣服先拿去我家 他家住我家樓下 你先拿去我家洗 阿我明天再聯絡師傅 再來修 我說好 天啊 是不是很扯這個房都 還蠻扯的 太扯了 我覺得有點太扯了 太扯了 太扯了 我就太扯了 什麼都 就是這些東西早就該換了 而且這個房子 我上一個房課 因為是一個學姐 就是認識的學姐 然後他已經住三年半了 然後他上一個房 他上面還有一個 前面還有一個房課 所以他前面那個房課 最短租一年好了 這些東西都用了快要五年了 然後完全沒有 然後他完全沒有 就是檢查過 什麼都沒有 然後什麼都是壞的 天 然後重點是 我一開始來看房子的時候 他說我問他說 這房間隔音好嗎 因為我想說要開實況 他說還不錯還不錯啊 沒有到很好 但是一般來講 你講話或什麼聲音不太喘啊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我們有開實況 他說不會不會不會 講話聲音不會喘 你不要放很大聲音樂 就不會不會 然後我想說喔好好 結果那天我在家 我要出門的時候 突然聽到一陣悠悠的交響樂 然後想說哇到底是誰啊 這麼有情調 結果一出門 我鄰居在他客廳 放音給我 房間都聽得到 哈哈哈哈 天 重點是 我們剛剛要開台前 我出去抽煙 然後老王 找到 我才從我家 我家房間到我家陽台 大概隔 大概有隔十公尺喔 嗯哼 然後我還關著門 我在陽台外面 我就聽到老王說 喂我回來了 我在陽台欸 哈哈哈哈 隔音超爛 哈哈哈哈 我一直 我一直說 喂喂我回來了 你對嗎 哈哈哈哈 欸我更新好了 欸講完房東更新就好啦 好誇張欸 欸我覺得我以前在高雄 租那個房子 真的非常非常幸運 我其實前面兩個租的房子也租的 房東也是很好啊 就是這個就是他真的太摳了 他摳到有點誇張 你知道我是怎樣嗎 我們是 我是跟我同學兩個 然後三房兩廳一個廚房 然後兩個陽台 就一整層公寓這樣 然後有電梯 你猜我們三個人租多少錢 多少錢 一萬 三個人加起來 幹 你知道我這邊多少錢嗎 一萬一 哈哈哈哈 可是我覺得還是很便宜欸 我現在看房子怎麼都兩萬起跳啊 你 你 你要比較好的吧 對啊 也沒有到很好啊 可是其實你來 可是你看你聽我這個 你就覺得他一定沒有很好啊 對啊 而且我最可惜的是 我把那個 房間啊衣櫃移位啊 然後衣櫃移出來 然後全部都是那個 汁衣蟲的蟲卵 蟲還沒有清 OMG 超噁的啦 臂癌超嚴重 我還跟小柔軒蟲 還補圖在那邊補半天 我本來還要粉刷的 可是來 時間不夠 所以我想說等我房間整頓好 我要把這些牆壁全部粉刷一遍 哦 有一個觀眾說 你家房東五行缺德啦 欸 我跟你講 最諷刺的是 The ironic thing is 啊 我他媽 我家就他媽住在德行動路啊 哈哈哈哈 他有德行啊 什麼德行啊 我他媽家住在德 他媽德行動路啊 哈哈 一個一個人 一個月一人一萬一太扯了吧 很 在台北賺很便宜了啦 台北的話真的很 所以我才租啊 因為他其實 因為以他的平數來講 他其實很便宜啊 而且他在 而且他有在天幕 所以生活競爭其實很好 我走路就走得到家樂府了 對 所以我才租因為一萬一很便宜 所以這些我想說罵算了 可是他真的是摳到有一點誇張 我現在自己看 反正說我現在看到的就是兩萬出頭 犯死 他真的是摳到非常 這個房間 我們休息一下吧 我操場上廁所 那我就抽給你 那我等一下再告訴大家密碼 然後大家先休息一下 回來再告訴密碼 大家休息一下 大概休息到2點50分 我2點50分的時候會說密碼 然後現在我還是會繼續在這樣 我來上廁所了 對你們先休息 欸 那個剛剛問我住在哪裡 我是之前住建公路那邊 高雄建公路 十圈 欸 三明區這邊了 可是因為就是在學校附近啊 所以很便宜 學校附近反而會比較貴吧 學校附近會比較便宜 因為租學生會比較便宜 可是租家庭式的就會比較貴 在台北大概都要要個 最少也要8000到1萬吧 如果你要至少超過一廳 一房一廳的話就會非常非常的貴 睡覺啦晚安晚安 這麼看起來那我當 我當初租的那個6000好像也蠻貴的欸 還好欸 6000真的還好 而且你那個水電還好 我念高一啦 我念高一啦 這是附近 可是 可是其實離我們學校已經有點遠了 但是 但是因為很便宜 所以我們就會住在那邊 然後我每天都走路上下雪 有時候是室友會載我去 如果小孩很難教該怎麼辦呢 就還是要教啊 因為小孩本來就很難教啊 我是覺得你可以去看一些相關的書啊 然後去上一些 六教的課吧 因為我沒有生過小孩 我沒有辦法跟你建議啊 呵呵呵 看起來要早上的話要吃什麼 我的話都是豆漿配兩片吐司 有時候是茶葉蛋 就是補充蛋白質跟 這一般普通的澱粉 呵呵呵 對 密碼可以打在聊天室嗎 不行我等一下會解釋一下密碼要怎麼拆 但是現在是休息時間齁 所以我 已經預50分了 呵呵呵 50分啦 媽媽是換麥還是感冒 聲音不太一樣 換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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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電費2.5的時候 其實不一定 你們要看的是 房東到底有沒有 獨立你的電表 還是說所有的電表 是有裝獨立電表 可是其實它是會留到一個 最終的這個電表 因為他們他只要 他只要超過一個 程度的電量的時候 他的那個價錢是往上 他是累進的價錢 所以不是說 一定一定是房東坑你這樣子 是你要看 講到房東我就氣 而且那個房東 我覺得我最不爽他的一點是 他一直把責任推到上一個房客 的身上 結果他一直說 他就說 因為他沒有在用這個 所以我不知道 然後洗衣機也是 洗衣機 我今天跟他講 他就說 因為他們都沒有在這邊洗 沒有在用 然後我想說 趕我披屍 啊 哥哥 到底趕我披屍 對啊 而且超好像 我不是說 一進來的冷氣是壞的嗎 然後我就跟 小六就看那個冷氣 我想說 媽的冷氣怎麼 因為冷氣已經很髒 很久就看起來沒有 從來沒有清過 很髒 然後 我就把蓋子打開 然後看那個牌子 一看牌子叫 地中海 哇操 我媽聽都沒唸過 哇 看冷氣就知道這房東坑不坑啊 我不是讀熊工啦 我不是讀熊工 我是大學在高雄念這樣 好 我要解釋一下 我們密碼是怎麼樣進行的齁 首先呢 我們房間名村是大寫的LNG 好 你們要在搜尋對戰的私人 要勾私人 然後跑校生員 然後打LNG 應該是吧 因為我從來沒有找過房間 我不知道 好像是這樣 然後呢 我們的密碼是四位 四位的密碼 可是第二位是 英文 那我會公佈前兩位 數 就是前兩個字這樣子 然後後面兩個呢 保證是數字 你們只要猜後面兩個數字 那為什麼要用猜的 是因為我們不希望大家就是 比速度 然後 然後永遠都是網速快的人 就是不公平 所以是用猜的 好 那我現在要公佈嗎 還是等流淡話 等流淡話好了 好 我們可以繼續講房東的壞話 我房東超好 因為我們 我前面的房東也超好 不是 你知道他怎樣嗎 因為他原本是住在這個地方 可是他後來他要去台南做生意 然後他就是完全遠風不動 把這個家送給我們 所有的東西都有 然後微波爐烤箱 什麼 烹碗機什麼 全部都有 然後連那個 那個 我們廚房水都有裝那個濾水器 而且那個濾心是一整年份的 好爽喔 然後他就說這些東西全部都給你們 啊你們不要了就丟掉 沒關係 我們不要了這樣子 然後還有電鍋 然後 然後把那個浴室一打開 裡面還有那個小孩 學上廁所的鴨鴨便噴 哇靠 我家真的什麼都沒有 我家超級什麼都沒有 而且房東又一直推卸責任 真是超好笑的 真是超好笑的 壞煩動 超級壞煩動 而且我不是說他櫃子壞掉 然後 那個殺窗 然後他說要拿去修嗎 然後我還先跟他說 那明天再看看好 因為明天我會在家 然後我大概12點或1點左右再打給你 然後他就說 那我 因為我大概 我差不多1-2點 要帶我小孩子出去玩 所以我大概3-4點 我想說 幹我Peace 真的是 愛哥哥 到底幹我Peace 好 我講密碼 好注意喔 密碼第一個呢 是數字的6 第二個是英文的J 小寫 小寫J 都是小寫6 J 對他們兩個是數字 是嗎 是嗎 不過這邊 不過這邊要給大家一個小 不要猜聊天室先講 不要猜聊天室先講 要猜聊天室啊 因為聊天室有喜瓶啊 聊天室猜到也不會進來啊 所以你們就可以在LL猜就好了 對對對 這邊給大家一個小屁股 就是如果有 大家有在外面租屋 然後跟我遇到一樣就是 房東不幫你處理事情的 的狀況的話 告訴大家一個小屁股 就是如果他的房子是沒有申報的 那 你可以要求他換 就是 如果不是你弄壞的啦 就如果像我一樣的狀況 你可以要求他換 然後如果他不幫你換的話 你可以跟他說 那 麻煩我繳房東你開收據給我 我要申報 因為這樣可以退稅 然後我要拿那個 退的稅去換這些東西 通常啦 因為沒有申報的通常 不是違建就是加蓋 像我家就是頂樓加蓋 所以他們就會 乖乖的幫你全部弄好 那如果他們真的不幫你弄好 那你就拿去申報 申報的話也可以退稅 不然就是 房租會由政府去訂 就會比較低 好 密碼是6J25 而且不會有任何邏輯 或者是相同 因為我是用密碼產生器 然後 甘尼尼亞這個為什麼 又是 我用這種角色 我是摩甘阿 那你要用歐拉天還是 歐拉天還是 歐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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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牛屎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我们的浴室有点漏水 我是说往下渗到楼下去了 然后楼下的那个人就上来说 你们那个浴室漏水这样 然后我就打转给房东 房东就说我明天会派人去修超阿萨利的 就后来就把整个浴室的地板全部打掉 然后重新铺一层防水层 太爽了吧 如果跟我房东说我的浴室漏水 他应该说我没有遇过这个问题 我是建议你 你就都不要尿尿 也不要洗澡 你就把你的排泄功能 跟需要洗澡的吸球全部拿掉 吸球 我觉得这样子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我是建议你 吸球 然后如果我跟他说 那个不好意思 因为那个 我们最后拿掉哦 我忘记一条声音 不好意思 那个阳台 阳台垮了 他可能就会说 我是建议你 你阳台就当作不存在过 当作没有阳台过 太夸张了吧 房东是好奇怪 而且我前面两个房东也超好 我前面在士林的那个房东 它是一对夫妇 然后他们有 他们那对夫妇有一点 寒 但是他们 有一点寒 没有没有真的有一点寒 因为他们不会算电费 然后我算给他们听 所以他们其实 每个月电费都有超 电费不是两个月缴一次吗 但是因为他们不是独立电表 所以他们就是每个月 跟房租收一次 然后他们是自己去超 那个度数 然后自己算 可是他们不会算 所以他们其实每个月都有超收 然后我算了很多次给他们听 他们都听不懂 但是后来他们就说 那个台电就是 好像就是有 有序 有序约之类的 反正有打折 他就帮我算在这里面 这样 可是他们就有点寒 但是他们也是 很负责任就是 一有什么坏掉 他们就马上弄 马上弄这样 然后我上上个房间 去阳明山那个房间 他是最厉害的 他就是 他从来没有租过学生 然后他是第一个族就租我 然后他就帮我 就是冷气 马上换新的 全部都换新的这样 第一天交屋的时候 他也亲自上山 然后跟我讲说 哪一些换过 哪一些换过这样 然后有一次就是 因为那边 我那个时候有一个 他有一个琉璃台 小琉璃台 然后有一个电池炉 是牵在那个琉璃台里面 然后有一次那个电池炉就坏了 然后我就跟那个房东讲 然后说好好好 我到时候帮你处理一下 结果才过一个周末 我周末回去阳明山之后 就过完周末回去阳明山之后 就看到一个新的电池炉 然后上面写一个纸条写 这个要整个拆掉才能修 我怕你会麻烦 所以我就直接买一个新的给你 就先用这个吧 好棒哦 哦 太棒了吧 对啊 良心 良心房东 良心 如果你们很怕 就是去租到 如果你们还是学生 然后很怕租到不好的房子的话 我记得 教官室那边都会有建党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学校 但是我看过蛮多学校有 就是优良房东 然后如果你是在那边办的话 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叫教官去帮你跟他谈 然后请学校这边帮他谈 就是他就会比较有压力 他就会 他就会就是 不敢乱来啦 不敢乱来啦 因为就是等于是大人跟大人之间的那个 对啊 周旋他就会比较怕 也会怕说以后他没有办法再放在这个名车里面 我觉得如果大家现在有人在找房子 找租房子的话 我推荐的是崔妈妈 崔妈妈租屋网 我觉得崔妈妈的 房东普遍来讲 素质都蛮不错的 崔妈妈 而且 崔妈妈的房子其实都蛮不错的 以学生或者是那种 刚出社会 然后要长期租 或者是 要小 那种家庭式的 要租的 我觉得崔妈妈蛮多 不错的房子 所以如果要找房子 大家可以去看看 对啊 我觉得多看多打听啊 就是看你有没有学长姐的房子比较好的去 不要冒险 帮我打 帮我打听 不管怎么样啊 在天母的行动的时候 一定他妈要小心啊 生活竟然是很不错啦 阳台我也蛮喜欢的 蛮大的啦 但是呢 就是房东怪怪的 房东什么问题都他妈没遇过啊 什么问题都要他妈的建议我一下 太神秘了 太神秘了 看到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为什么要搬新家呢 是因为 远倒了 没有啦 因为 我想要有地方可以 可以有一个小厨房 虽然现在也没有厨房啦 但是至少 可以有一个空间可以煮东西 而且因为之前的 房子也有一点点贵 诶我 这是第一次 用我的视角 我好害怕哦 没关系啦 反正 就算你是精英 还是会有人念你 可是我要问你们 声音会不会太大声 因为我把偶尤的音效关小声很大 习惯就 如果你们觉得太大声再跟我说 而且 我一定会被骂得很惨 因为我不会玩欧拉呼啦 欧拉呼 偷偷在草双跳舞 我是建議你啦 建議你 丟你 喔唷 拉到了 幫你 喔唷 黑水 喔唷 不得了啊 這是幹嘛 加工素跟普攻細節 好 等等 那這個夏天你要怎麼辦 冷氣不是掛了嗎 冷氣已經修好了 只是有一點不冷 所以我過幾天還是會買那個冷氣的清潔劑 然後給他噴一下 你去打那個濾網洗一洗看看 濾網我已經洗過了 濾網我一開始就洗過了 屁...欸夾的 都是假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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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欸欸欸 欸欸 點不了 點不了 媽的 快跑 噢 噢 噢 欸欸 怎麼說啦 欸 咦 欸 我們這效果有加做什麼 啊對了 剛剛有一個觀眾講了一個很好笑的事情 什麼東西 我剛剛就是笑了出來 但是我忘記提了 這個觀眾說 請問你們認識的那個阿蘆是 麻吉的那個阿蘆 他不是麻吉的 哈哈哈哈 濾網 王瑪姬裡面也有阿圖啊 我一直就說一個叫阿圖的 沒有嗎?我不知道 敵...JK之類的 敵克牛仔 敵卡凱恩 的寶寶 遺留的寶寶 敵人那招自己會瞬息要小心 我知道我知道 那是看生命 對對對 我們對技能都知道 只是真的玩...